长期肝咳嗽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栓莹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长期肝咳 常见的这个原因 有几个 一个是咽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四酸离细胞性直气管炎 第三个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第四个就是 胃食管反流 当然还有一些变异性咽咽 也可以出现干咳 有些这个 直气管感染的患者 也可以表现为干咳 尤其是致原体感染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所以我们对干咳的患者 长期干咳的患者 一定要给他查原因 到底是这个 是酸离细胞性直气管炎 还是变异性咽咽 还是这个 咳嗽变异性哮喘 还是卫食管反流 一定要搞清楚原因 对症治疗 这样才能够 取得失败功倍的效果 咳嗽变异性响 感谢观看